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特色 让你很轻松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一个超乎你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了 当然了煮玉米我们在街上买到过那种就是一大锅水煮出来的 吃起来就甜丝丝的就很纳闷说 这里面到底放了什么 怎么味道会那么好 那人商家是会想很多办法让它变得甜甜的 据说我听一个朋友说他看到过就说会加一点点糖精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还是自己在家做吧 因为我们在家做我们可以换成好吃的蜂蜜非常的天然 冬天你就可以换成冬蜜啊 枇杷成熟的季节你换成枇杷蜜或者是红枣蜜 都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搭够营养够健康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在家里面来做这个好吃的玉米了 那玉米的选择呢你要注意一下 现在市面上玉米的品种也非常的多 不是只有这种黄黄的粒的玉米还有什么那种花花的就是糯玉米 还有一种是什么黏玉米还有甜玉米老玉米 我要告诉你的是都可以 那今天我选的是黄玉米 好我们把这三根玉米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用热水煮一下 不是要烤吗干嘛还要煮呢 那煮了之后让它的水分更加的饱满 然后我们去烤的时候就不至于说烤出来了之后是干干的吃起来 那口感真的是不好所以要先煮一下哈 好现在呢这边就煮着我们来说一说其他的原料 那现在利用这会儿时间哈我们要准备一个黄油 你看我今天准备了这么多量的黄油 那这个黄油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这边我们再煮上一锅水 我是借用了我的这个打蛋器里面调理盆 你在家里面就选一个耐热的这样的盆子都可以 我们把这整块的黄油倒进去 好就放在里面也不用管它了干嘛呢 让它慢慢的自然的融化 待会我们会用到融化的黄油来做这个烤玉米 那这会儿手上我们还可以再做点别的事情哈 就是来调一个蜂蜜水 那这碗是鲜奶你就不需要再去额外的再给它加什么配料了哈 那蜂蜜的它的浓度比较高那怎么办呢 我们加一点点的清水稀释一下 记得是凉的哈清水可不要加热水 好就是这样子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蜂蜜我们加进去一定是增加它的甜度嘛 干嘛还要加水呢 因为我们是要进行烤制密度太大 会烤出来的颜色哈很深 所以加一点水进去的话呢 刷的匀一些 它只是有一些微微焦黄就可以了哈 另外一个 蜜刷的太多你吃起来就会有点腻了 那今天我选的是甜玉米 如果你选的是黏玉米啊的话哈 你直接刷上去也可以 那因为品质的不一样 你要稍微的进行一些这样的处理 好把水加进去之后我们把它搅匀 你看是不是这会儿会吸一点 这就是蜂蜜水 待会儿我们也用得到 好放在旁边 我们再来说说这边的玉米哈 玉米在开水锅当中煮大概八分钟 也就是有个七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那这会儿呢我们就稍微等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做的是非常美味的超级零食烤玉米 那烤玉米的这个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把玉米煮一下 这个步骤一定要记清楚了啊 不要省略直接拿去烤 那你烤出来的玉米就不会嫩 会有点老 所以一定要先让它吸饱水 好把玉米捞出来 磕磕饱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